这个时候我来说明一下VVJAPANWEB的免税QR Code怎么设定 在扫描VVJAPANWEB的免税QR Code 你要先等入信的时候才会有QR Code 你那个时候才有办法操作 这次教大家怎么样在VVJAPANWEB建立你的新的免税QR Code 那我们现在登入VJW的时候 往下滑这边有一个在日本停留 日本停留期间的手续 那我们从这边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这里就会出现建立免税QR Code 那下面这个一都是参考的 反正就是海外保险啊 生病受伤的时候怎么办啊 那我们现在要来建立免税QR Code 我们这边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它这边会有个简单的说明啊 我们在入境的时候呢 移民官会帮你贴一个小贴纸 这个右下方有个小QR Code 那我们小QR Code 我们就要开相机功能要来做扫描 那这边的话 什么是什么 免税QR Code 这边有个简单的说明 因为这个QR Code 就只能 support你在满五千元未税以上的商品的时候 以前是用纸本贴在你的护照上面 那现在的话只要用扫QR Code来取代 好接下去有没有 问你要不要开启你的那个相机功能 那么就允许啦 就打开打开 好有没有看到 这是我入境的小贴纸 右下角的QR Code 我要遮下来 让人家看一下 我要扫这里啰 好对着那QR Code的时候记得按钮按下去 按下路径许可的钮 然后你就会出现 它会帮你扫读你的护照资讯 然后按下登录之后 它就会这边秀出 你已经完成登录 然后接下来你这边就会完成建立免税QR 有没有QR嘛 然后你再按下显示QR嘛 然后它这边就告诉你说 这个QR码呢 是你要再向店员显示出画面来进行一些读取的操作 所以它这个QR码是不能取代护照 或是载留卡 还有只支援在QR免税商店使用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就出现你的免税QR码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刚刚爸爸买小孩子的衣服可以免税 所以只要拿VVJAPAN的那个QR Code 免税QR Code 就可以取代护照了 免税QR Code的扫描 做那个操作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以上分享咯 拜拜 拜拜